台方小犬呢 这回来势凶凶 而且预估呢 在今天这个暴风半径呢 也已经正式触及陆地这边 来影响台湾地区了 那可以看到呢 现在记者所在的位置 就来到这个台东的台九线上面 可以看到呢 现在现场呢 是围起了这个纽泽西护栏 怎么说呢 因为大家还记得吗 在上次这个台风来袭的时候呢 这个台九线上面呢 是一度呢 发生这个摊坊的这个情形 所以呢 公务段在这一次呢 小犬台风登陆 也想要就是直接来 就是做好这个防护措施 因此呢 在下午两点前呢 在这边是围起了这个纽泽西护栏 那也提醒民众呢 要经过这个金轮大桥的话 要必须特别的注意了 因为从下午两点开始呢 这个金轮大桥 不管是要北上还是南下 都是会预警性的来封闭 那可以看到呢 通过画面现场呢 这个警察以及公务段的人员呢 都在现场忙着指挥交通 就是要赶在这个风雨来之前呢 赶紧把这个路段呢 封闭起来 避免民众呢 来经过的时候呢 发生危险 那也提醒大家 其实今天这个台东市区 台东地区的范围呢 其实是停班停课的 因此呢 就怕这个风雨越晚会越大的情形 因此呢 不少路段以及交通呢 都是有停驶 以及暂停行驶的这个情形 那因为呢 这一次为什么会提早来封闭这个金轮大桥呢 因为预估哦 其实这个路段呢 在这回台风小犬路 经过的过程呢 是预估会有八级到十级的这个强阵风 那豪雨呢 也不容小觑 因此这个沿路呢 是害怕会有这个岩石来摊坊的情形 那么可以看到呢 现在呢 不少民众呢 是透过这个旧的这个金轮市区的这个道路来行驶 因为呢 在下午两点之后 这个地方呢 金轮大桥就必须封闭 不能不能行驶了 因此提醒民众 如果要经过的话呢 可能就必须要经过这个金轮市区 旧的这个台九线的路段 才能经过 那么可以看到 其实现在现场啊 这个天气 尽管还是不错的状态 但民众不可大忧 因为在下午的时候呢 这个风雨呢 可能就会陆续慢慢进来了 因此还是提醒民众 要做好这个防台准备